端午节快到了 为了刺激买气 成功市场举办抽奖活动 投奖是高达1万元的消费券 虽然这几天蔬菜价格上涨 不过还是吸引了许多民众来市场买菜换抽奖券 希望成为万元消费券的幸运得主 我们市长加抽出来了 得奖的是 市长张东龙和议长黄敏泰 分别从堆积庐山的抽奖券中 抽出最大奖1万元消费券的得主 并亲自引电话筒子 这是成功市场主办的消费摩采活动 消费者只要购物满100元 就可以获得一张摩采券 有机会抽中1万元 5000元及1000元的消费券 市场方面希望借此刺激买气 经过这个促销活动 带动一些买气 因为现在的风台来 东西都会贵 但是东西都会比较少 带动 我们也有摩采券 最关于1万块的消费券 买东西还可以抽奖 这样的好康果然吸引许多消费者 前来试手气 尤其最近菜价长 消费者也希望抽中买菜筋 减轻生活压力 行李会比较好 对啊 你会以往中价 蛤 以往中价 谁也能啦 就做价就欢迎啊 对啊 要菜就在那边 对啊 要菜就要欢乐啊 除了消费券外 市长和议长与多位市议员 也分别提供脚踏车等奖品 作为莫彩之用 对市场方面主动举办消费莫彩活动 市长与议长也相当肯定 大家要来啊 成功市场啊 买一百三里 莫彩馆来莫大厂啊 欢迎大家多多来 成功市场啊 来这个 这个菜工啊 来买菜买米啊 成功市场管理委员会啊 定期不定期啊 都有举办一些啊 促销莫彩的活动啊 我相信啊 这是提供给我们基隆市很多经营 非常辛苦的传统市场啊 能够效法的经营理念 成功市场方面也同步举办限量特卖活动 只要十元就可以买到一盒蛋 一整根白萝卜 或者是一颗大苹果 结果吸引许多民众一早就来排队 成功营造人气 成功市场主委陈景琪表示 7月28号将再举办一次促销活动 欢迎市民多多到成功市场来消费 记者张启辰 超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